加拿大情报部门日前将华裔病毒学家从实验室带走的消息引发外界观 驻!加拿大媒体披露了关于此事件的更多细节 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 补了中国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 Utus,三分之一中国政府 因康明凯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将其逮捕 VCG,三分之二中 加关系紧张持续,未有缓和迹象 Utus,三分之三综合媒 提7月16日报道 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博士及其丈夫和一名中国学 声音涉嫌违反政策 Policy Bridge被加拿大警方 代理位于温尼泊的国家生物实验室 沃泰华公民报7月15日报 到多年来一直与秋香果密切合作的前同事 曾是秋香果工作实验室 的特殊病原体计划前负责人 费尔德曼 Kinds Feldman 对他被带走的消息感到震惊 目前此事件正在调查当中 现任萌大 南州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病毒学实验室主任的费尔德曼说 他7月1日 我通过媒体报道才得知这一消息 他说直到今天他对邱博士仍冲 满尊敬 他说我仍然希望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他是一位伟大的 研究员 一位伟大的合作者 他在该领域一直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我 想不到任何关于他负面的事情 费尔德曼强调说 除了公开报道的 内容以外 他对整起事件没有更多的认识 此前一天 据加拿大广播 公司 CBC 报道 邱香果和他的丈夫 以及一名中国学生于7月5 日被加拿大警方强行从其工作的实验室中带出 虽然邱香果已被带走 多日 但至于为何要对他和团队成员进行调查 加拿大有关部门一职 闪烁其词 没有名言 相关阅读中家关系陷入僵局 加拿大失去中国事 长损失去大华裔病毒学家被加拿大警报部门带走 加媒披露更多内幕中 加关系雪上加霜 北京证实又一加拿大公民在华涉毒被查 加拿大称又有 一名该国公民在华被捕 或与贩毒有关加拿大卫生机构负责媒体关系的 负责人表示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将这个事件描述为政策违规和行政 事务 并表示该部门正在采取措施迅速解决此事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 华涉毒发言人莫里塞特 Erik Nurichat 再回答 媒体采访时表示 因为隐私问题而不会对秋香果是否被解雇发表评论 CBC还报道 在该实验室工作的秋香果博士同事私下表示 由于 害怕可能的报复 不敢就此事发表看法 对于加拿大情报部门江华裔 病毒学家带走一事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回应称 中国驻多轮 多总领馆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涉及此事的通报 如果有中国公民 中国驻领馆将会依法向他们提供协助 切实保障他们的正当合法权 E 微信中编 爱阳贸易战给北京带来难得机遇 中国央行官员信心满 这边是 这边是 感谢观看